大家好,我是COVID-19確診足跡地圖的創始人叫Aaron 那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遇到什麼困難,以及達到什麼成果 那相信大家有看過確診足跡的公告是長這樣 但光看一行文字很難知道這些地點到底在哪邊 所以我們就想到把它呈現在地圖的念頭 那可以看到說每個縣市它公告的格式都不一樣 那我們是要怎麼統整到過去一年當中每天統整足跡 然後到地圖上呢 那我方法就是分成大概Discord跟Google Street 跟Google My Map三個部分 那因為統整公告會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 所以我們自己創了一個Google社團 不是Discord社團 然後讓上面的人可以收集公告 然後回報作業進度 然後再來是討論足跡等等 那收集公告之後呢 大家就是把足跡填到一個統一的表格 那雖然每一個縣市的公告格式都不一樣 但這可以統整成共同的欄位 那整理成表格的接下來就是把它匯出到地圖 那採用Google My Maps 第一個是它很容易被分享出去 不論是從用網頁的內籤 或是用手機的Google Maps App直接打開 那Google Maps App打開一個優點就是 使用者可以直接在自己的位置搜尋到 附近有沒有人有確診足跡經過 那從去年5月12號地圖創立以來 經過一整年 然後我們聚集了大概40多位貢獻者 然後統整了3萬多筆足跡 然後瀏覽次數超過3500萬次 那在今年4月的疫情爆發的時候 政治在單州 單州就要處理4000筆足跡 所以那個工作量非常大 那還好是中央先宣布說不公布足跡了 然後終於可以喘口氣這樣子 然後也讓這個專案有個里程碑 那我們除了足跡之外 還整理了篩檢站等等資料 然後讓很多其他第三方的那個應用 去使用我們的資料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桃園市政府跟平濃縣政府 把我們的地圖放到他們的網站上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Google搜尋 足跡地圖四個字 那第二個跳出來就是 桃園市放了我們的地圖 那它對我們的瀏覽貢獻應該是非常大 那除了剛剛提到第三方網頁 帶來的人流之外 我們會主動就是比如說到PET發文 然後再搭配連結到Google Maps 跟網頁新聞新聞報導 然後最終把人倒向Discord 讓更多的全台的網友 一起來加入一起來統整地圖 那舉例來說 像去年五月一開始 創地圖之後發了PET文章 然後馬上被推爆 然後那地圖馬上就流量大增 那沒有被推爆也沒有關係 像今年四月初發了一篇文章 那推的很少很可憐 但其實沒有關係 像這張圖片 本身就有一萬五千的瀏覽次數 然後再搭配當天的網路新聞報導 然後所以就是讓 那個地圖的單日瀏覽量 從八萬直接跳到十四萬 那 讓大家都去加入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協作了 那我們協作可以總共很多步驟 比如說包含從資料收集到文字的整理 到最後的匯入地圖 那可以看到說 有些我們已經用程式把它自動化 但還是蠻多需要人工處理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也有 有開發用Google Cloud Vision API 跟OpenCV去開發工具 讓使用者用比較直接的介面 把圖片裡面的文字擷取出來 那擷取出來 事實上還需要同一些格式的整理 包含說 這些表格的合併的格子要分開來 合併的時間要拆開來 那交通路線的足跡 哪些站點全部都要拆開來 那地址都要全部補齊 那經過這些步驟 才能把這些足跡填入完整的表格 那填入表格的 你可以看到說 只是光一張公告而已 就要產生這麼多的工作量 那在今年四月 疫情高峰的時候 是一週 不是一天 就要處理100張的公告 那所以這公正要非常大 那剛剛有個沒有提到的欄位 叫經緯度 有的經緯度 那些足跡才能呈現到地圖上 那經緯度的話 我們主要是用地名地址 去Google Maps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說TGOS OpenStreet Map 去找座標 找到之後呢 再用Google街均去比對 用一個例子來說 像這個足跡 它在Google地圖上 找不到地名 找不到地址 但是如果用TGOS 地址的話 可以找到一個座標出來 然後 再比對Google街景 跟政府公告的照片 然後就一模一樣 然後所以就發現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足跡 的經緯度 那我們這麼要求 經緯度的正確性 就是因為有些新聞報導 就是錯誤的足跡 會造成那個店家 無辜店家受害 那 宣傳錯誤 那個錯誤的資訊 也可能會有法律責任 那為了要 避免這些 還有包括我們要 主動地做資料校對 然後以及讓使用者 可以主動地回報錯誤 然後最基本的就是 每一個主機要附上 資料來源 這樣子 那剛剛上面 有提到很多的 協作的步驟 就是雖然很重要 是要把那些步驟 詳列文件 但是 對新人來講 還不夠友善 所以要準備新人用的教學文件 才不會讓新人嚇跑 因為這個工作 是人力非常吃重的 不能讓每個人都很重要 那最後 有一個 稍微工具的小經驗 中間這個就好了 就是 像剛剛提到文字牽取工具 事實上是 今年4月 工作量爆發的時候 還緊急開發的東西 那前面都是 等於說 等於說 寫在寫寫沒事的時候 就沒有想說 要為了我們先開發 所以學到的經驗就是 當你沒事的時候 要先預想 之後可能會 忙不過來要怎麼辦 然後這結語就是 要想 事實上剛剛提到 那些足跡地圖 應該要中央來整合 各縣市的資料 開發才對 而不是要仰賴我們這樣 一般人去 辛辛苦苦地去 統統整 授權的話 一開始是使用 可以允許商用的授權 那 不過 這中間發現 有人拿我們的資料 去標政府的標案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高興 然後就把它 禁止商用授權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就感謝 有參與 幫忙的大家 然後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好 我們 謝謝